赵点视频《红中玉风水命理》的时间 刑哥一幕见到红中玉 师傅 你好 师傅 今集我们讲一讲一些关于风水的东西 大家都听过的 就是一个叫狗云 2024年将会开始 当然坊间各门各派的讲法有些不同的 有些可能已经踏入了这个狗云 但我也想请教一下 在风水上到底狗云有什么特征或者特色 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首先来讲 狗云是由2024年到2043年 这20年就叫狗云的 一个云通常分为20年的 狗云就是熟火的 在方位来讲就是南边 即是南边要见山才旺人丁 而香港的南边就有太平山 北方见水就主旺材 香港岛的北边就唯多利亚海港 所以香港到时应该不会太差的第一点 另外风水来讲是九宫飞升的学说来说 是有分为三种的座向的 第一种呢 我们叫做旺山旺向 那即是旺财旺丁 丁就是主人丁 第二种就叫相声道向 即是旺财不旺丁 第三种呢 就是上山下水 那即是破财損丁屋了 不过在九云来讲呢 就没有旺山旺向 即是没有旺财旺丁的屋的 只有旺财不旺丁 或者旺丁不旺财 另外来讲呢 也都没有破财損丁屋 即是没有上山下水这个格局的 那所以来讲 在九云风水来讲 只有两种座向可以选择的 第一点 那另外来讲呢 就以下呢就有几个方向 几个旺财不旺丁的座向 第一种就是向正东 即是由八十度 至到一百一十度 那第二种呢 就是向东北 就由四十度 至到六十八度 第三种呢 就是向西正北 正北 三百五十五度 至到二十二度 第四种呢 就是向西北 三百零八度 至到三百三十八度 那以上四种的 的座向呢 就是旺财不旺丁的 那另外呢 有旺丁不旺财的 那以下呢 就是旺丁不旺财的屋 第一种是向正南的 即是一百七十三度 至到二百零二度 第二种呢 就是向正西的 即是由二百六十二度 至到二百九十二度 第三种呢 就是向正南的 向西南的 即是二百一十八度 至到二百四十六度 第四种呢 就是向东南的 即是由一百二十八度 至到一百五十六度 那以上四种 就是旺丁不旺财的 那不过 以鸾头为重 李弃为次 就是说 见到山和水的好坏而定 李弃只是子供参考 在这里讲一讲 那什么叫座向 因为在风水来讲 座向这个东西是比较深的 一般来讲呢 就向有很多种的 那来讲呢 我们有几种 有门向 大门向 有大下向 有局向 立气为向 就是很多种的 那简单来讲呢 就是说呢 一般来讲 以大窗入气最多的为向 那如果你的屋 有大窗的 就以大窗为向 如果你的屋 是没有窗的 或者那些窗很小的 或者对面是大厦来的 那就以大门为向 所以这个 向这个字呢 在风水来讲 都是挺深的学说 那这件事是比较深一点 不过一般来讲 是以入气最多的为向 那如果有一些 就是 是坏的风水 我们应该怎样注意呢 坏的风水来讲呢 通常我们都是要找 专业人士去看的 如果你坏的风水呢 譬如有一些不好的风水来讲呢 就是 特别 第一件事 北边见水就叫好 那反过去 南边见水就会叫叉的了 例如尖沙咀啊 九龙湾啊 观塘啊 青衣啊 的南边会见水的 那青衣是南边 青衣南啊 青衣北跟南边有分 那就是如果 南边见水反而是不好的 因为呢 我们叫精神见水 精神要见山的 精神是狗运的嘛 精神是狗来的嘛 那要见山的 如果见水反而是坏的 例如澳门 它南边见水的 所以澳门现在的发展开始差的 因为它南方是见水的 去那里是 那所以 以上呢 一个大环境计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的家家的风水 有一个叫财位的 那要呢 在财位那里要做些东西的 那你就要 找专业人士去看看 你家的财位在哪里 然后呢 在那里做些东西 生旺化财位 那你的财运也都可以有帮助的 那只要是参考的 嗯 OK 那但是师傅 如果我们真的发觉 刚才可能 刚才好像你说那些 我们住了那些 在 例如清衣南啊 之类那些 那些 来着九云都一般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立刻搬呢 不是 那你就要在那个位那里呢 就做些东西 那化杀 吹材 因为呢 风水来说呢 有所谓杀位和财位的 那如果那个位不正确 那我们可以 在风水那里補救一些的 这个只是大环境而已 那另外说一说 九云当旺的风水的地区 那就是在北边建水的屋 例如香港岛 中环 上环 西环 湾仔 铜锣环 则如冲 柴湾等等 九龙方面也有马鞍山啊 西贡啊 天水围啊 青衣北啊 楼浮山等等 尼岛有余景湾啊 大嶼山北啊 长洲北啊等等 以上 亦都是大环境而言 每间屋都有 独立的财位 一句说完 想知道你家屋的 真正的财位在哪里 要找专业人士去看的 这个 嗯 OK 所以大家呢 如果在风水上 有任何不明白的话 在影片资讯栏呢 可以找到 洪中玉师傅的联络方法 是 大家可以不妨请教一下他 下一集呢 我们继续和师傅呢 聊聊其他一些 玄学风水上的问题 好啊 好 拜拜 拜拜